风雪过后天气变好了 今天我要给我的波莱罗换一个盆 波莱罗的蜘蛛高度本身也不高 我买回来的时候是那种苗圃里的红盒子的包装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的适合盆栽 因此我就把它种在盆子里了 现在这颗波莱罗在盆子里面已经种了有两年了 一般盆栽的月季再种到两年以上就需要给它换盆 月季在盆子里面种了两年 盆栽土的营养几乎都流失了 而且月季的根系也长满了盆子 老根对营养的吸收也会减弱 那么我们给它换上新的盆栽土 并且进行修根 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活力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这颗波莱罗来进行一个换盆 这颗波莱罗已经种了两年了 它的株形已经固定了 不会再长得更大 所以我们在换盆的时候 只需要找一个比原来的盆稍微大一号的就可以了 它的刺很多 换盆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我们先来给它拖一个盆 盆已经拖好了 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已经长满了盆 白色的是新发的毛细根 褐色的是老根 老根我们需要把它修剪一部分 刺激它长出新的白色的毛细根来 现在我们就来把它底部的根系打散 然后把一些老的根系修剪掉 用剪刀将底部的老根剪掉 大概要剪掉三分之一的样子 这种主根就不用剪了 我给它松一下 下面 修得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盆要这种底部有孔 输水比较好的盆 土呢就是用的这种普通的盆栽土 它已经都混合好了 里面有珍珠盐有泥碳 还有少量的肥 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取配了 盆底先垫一些土 然后再撒上鸡份颗粒 我一般就是撒一把 然后再附上土 不要直接根系接触 可以把蜘蛛放进去 试试生浅了 大概这个高度可以了 然后再继续填土 然后再浇上冰冰水 剩下的我们要把这上面的一些细弱的枝条 给剪掉 这叶子是我之前喷十六合计 留下的后遗症 将枝条高度修剪的差不多 然后弱芽细枝 尽量的把它去掉 因为它从车库里面搬出来的时候 已经发芽了一些 因为我要和它换盆 所以就 给我进行一个修剪 正好现在换完盆了 天气也要开始升温了 所以 把这些不需要的枝条 就可以都给它剪掉 让它重新 灌发光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是阿妹 谢谢大家